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尝试列印一页 如果您仍收到相同的错误讯息 请中断电源供应器的连线并继续执行下一步 步骤一 清除静指甲内的卡纸 抓住静指甲的两侧将其笔直滑出以展开指甲 若要完全取出指甲 请稍微抬起指甲 并继续滑动以将其释放 检查印表机下方的静指甲区域 取出卡纸 若要重新插入静指甲 请将指甲前部稍微向下倾斜 然后将指甲插入静指甲区域 将静指甲往后推 直到卡入定位为止 步骤二 从碳粉匣存取区域清除卡纸 掀开碳粉匣存取挡门 直到卡入定位为止 保持直立位置 在取出墨水匣之前 请先取出出指甲区域中的所有卡纸 如果您看到卡纸 请小心握住 若可能 请用双手进行 并将其缓慢拉出出指甲区域 拉到墨水匣存取区域中的释放杆 使静指器下降 取出静指器中的所有卡纸 然后将锁定杆向上推入 以重新固定 抓住碳粉匣上的拔手 然后向上拔出 将碳粉匣从印表机中取出来 从此区域中取出所有卡纸 抓住碳粉匣的拔手 将墨水匣插入印表机 并将其滑回到底 向下推碳粉匣 以将其固定到位 然后关闭碳粉匣存取挡门 步骤三 清除文件静指器的卡纸 释放文件静指器盖板的两侧 然后抬起盖板 直到卡入定位为止 保持直立位置 取出卡纸 用双手取出卡纸 以避免撕破纸张 关闭文件静指器盖 并将两侧卡入定位以固定 步骤四 从印表机后方清除卡纸 朝您的方向拉后存取挡门 将其释放并降低 如果您看到任何卡纸 请小心握住 若可能 请用双手进行 并慢慢地将其从印表机中拉出 掀开后存取挡门 并将其按到印表机上 直到卡入定位为止 步骤五 重设印表机 插入印表机插头 并开启电源 拔掉印表机的电源线 从电源插座 拔掉电源线 等候60秒 将电源线重新连接至墙壁插座和印表机 注意 HP建议将印表机电源线直接插入墙壁插座 开启印表机电源 以完成重设 步骤六 维修印表机 如果您的印表机仍然发生相同的错误 则您可能需要将其送修 透过support.hp.com slashcontact-hp 联络HP客户支援 以安排产品维修或更换 您还可以在support.hp.com slashcheckwarranty 查看您的产品保固资讯 按一下YouTube上的播放清单 锁影标签 可找到其他语言的HP视讯 然后搜寻我们的频道 以找到官方HP支援视讯 还请不吝点赞 订阅 您可以在语言 有点不舍 并没有 对 您的板匀 收入